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是關於坐的士的拒載問題 不時也有些市民投訴 坐的士時想過海 怎知被人拒載 近日就瘋傳了一段的士司機拒絕過海的片段 說的士有這個不明文的規定 有分過海和不過海 更加把的士停泊在路邊 要求乘客乘坐第二輛的士 更加說我要下班了 適時下車 並且沒有解鎖後座車門 離開 變相將乘客鎖在車內 最後要報警求助 乘客說很嚴重的非法禁錮 攬事件引來網民 當然是吊咎的士司機的行為 認為必須要追究到底 不應該姑息他們 就說什麼不明文規定 這些是不明文規定 細度倒退回到石器時代 這麼誇張的網民說話 石器時代 大力也有網民質疑事件的真偽 因為玩到很大 玩得到非法禁錮 香港01 向警察那邊 查詢 有網民 在5月8號 在Facebook群組 舉報他載的士群組 以這個 的士有分過海不過海為題 上載了一條影片 就說在上個星期六 5月7號的時候 晚上大約6點左右 在灣仔的路邊 截的士打算去黃大先 司機當時說 紅帥很失車 可不可以走東帥過海 但是再走多大約50米左右 的士司機應該在地圖見到 其實東帥都很失車 於是就說不去 不去過海了 不回九龍了 於是樓主當然是詢問 司機的原因 為甚麼不過海 影片中可以看到 樓主就問司機 說 失車就可以不過海了 司機回應 有分的 的士可以過海不過海 樓主都聰明 但街上的士是沒有分過海不過海 因為如果你有分過海的士站 通常人家就乘搭海的士站 但現在你在街折 理論上你是哪裏都要去的 司機又說這是一個不文明的規定 司機應該是想說不明文 又說不好意思 坐第二格 下班了 這個司機 就說自己下班了 居然司機就當場 立即收拾東西走 離開的士 樓主表示 司機下車後就沒有再回來 他收拾東西 關了事 拿了自己的袋下車 然後就鎖車走了 由於未有解鎖後座車門 就要離開 乘客變相被鎖在車內 樓主就報警求助 最後 在車內 就困了15分鐘 非常之幸運 警察也很快到了 15分鐘 等到警察到場 才能夠成功解鎖 離開車廂 樓主又再說 發現 司機當時 未有出事行車的證件 問其他網民 我又不知他什麼名 我可以怎樣跟進 這樣的情況 這件事當然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基本上大部分的網民 都是屌糕的士司機 就說這些的士司機 應該是要釘牌 什麼不文明規定 就說瘋狂的 就說有拍片有車牌 已經可以投訴 有人就說 隨時 可以控告的士人 禁錮 但拿到網民 認為這件事 匪夷所思 質疑的真偽 我看完之後 都覺得很神奇 屌你老母 因為正常來說 司機拒載就拒載 大人把司機都拒載 是神經病的 但你說他拒載完 鎖你在車上 就很少 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正常鎖在車上 幹什麼 趕快趕快下車做其他生意 這個司機真的打算下班 如果這樣 瘋狂的 因為你通常 講人下車 例如你乘的士 有人拒載 他不載你過海 下車呀 不要煩 屌你老母 一直吵架 再不是大家報警處 等警察來 他不就是 他很有型 他直接撿東西下車 走屌你有沒有鎖門 有夠的人在車裡面 真的很奇怪 這個動作 不會這樣做的 不過他這樣鎖人在車上 這個肯定是非法禁錮 這件事我們暫時 是當真先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當假 都是那句 節目做不到下去 所以只能夠當真 講一下自己的事 我自己 就沒有正式被人試過 他在這樣的情況 但我覺得現在他這個情況 這樣坐車就很受氣 很暗糕 我建議找其他的交通工具 去替代 就不一定要坐的士 現在很多那些 叫車服務 譬如你有件貨的 你都可以送貨的 你不一定要坐的士 OK 但我自己 就沒有試過被人拒載 我試過有次 最接近一個拒載的經驗是怎樣 是一個屋邨的的士站 應該是屬於居屋的的士站 我都不知所謂算是什麼地方 總之有一個的士站 有兩個位 有一邊是紅的 有一邊是綠的 那我去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比較山卡拉的地方 我想去那個目的地 就是好想山卡拉的 那我狠狠狠 我不知道 我去搭紅的 就跟他說我要去哪裏 然後那個士站就等等 你去那裏 我們紅的 因為那些位置是好想偏僻的 他們就不會去的 他說 就是入到那些 類似近那些 什麼村什麼村什麼村 然後再進去的那些地方 就是那些已經不是車路 OK 還有是單程路來的 他說真的要關路才能進去的 如果不是 分分鐘搞到天黑 大家當失路 還有看GPS 都未必是找到條路出來的 我去那個地方 因為都好想偏僻的 是那些人家那些 鐵皮屋搭出來的那些地方 我去那裏 他已經超越了村屋了 他已經不是村屋 他是那些村屋附近 載入 有些人以前 不是拜了那些地方 拿鐵皮搭的呢 去夏天 如果不開冷氣 做不到人的 他們那些地方 OK 我去那裏 OK 我不說那個地方名出來 我去一個類似的地方 那個的士司機 說不行 我去不了的 如果你說 要我去的都可以 但我是會當失路 他說很堅持 真是去不了 然後我說 我應該怎麼做 你去不了 我自己也不懂路 我不懂路才坐的士 大哥 他叫我坐隔壁的 陸的 他說做陸的那些師傅 做開新界區那些東西 他們知道裏面那些路怎麼走 他們是會認識的 叫我 過去隔壁問 就是在隔壁的 隔壁有六滴 我當時就知道 原來我去這些新界的鬼地方 上網都收不到 那個司機說 本身我不相信 我就叫不管 免得麻煩 別人叫我去回答六滴 我試一下 在六滴那裏問 那個人就說 好 你上車 就載我去 我說進去那個地方 全家產 九曲十三彎 是完全你不懂路 然後我跟那個司機說 待會我怎麼辦 我說這裏上不了網 車到我進去 上不了網 它是近粉靚那邊的地方 我都不忍知哪裏 現在說不忍回來了 不過不重要 即是這樣的情況 GPS都搞不定 這個就是我最接近被人拒載的情況 但是你說 有沒有試過過海那裏 我就沒有 港島區 我就很少過 所以我又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規矩在這裏 別人搭的士 都是想方便的 那你為 喜歡去就去 不去就不去 是不是 我見到這支旗 漂亮 這支旗 屌你了 你就去 見到不漂亮的 就不去 那這支旗 都給你全部 屌你了 屌你了 什麼東西 好不好 是不是 這樣不行的 是不是 那你做這行 就有辣有不辣的 這些東西 沒得說這樣 輸打贏要 是不是 說開這些的士的東西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 我又推介有台的節目 隔離台 情報那邊 他們就有一集 講這個的士 大家都可以過去聽一下 他們好像有剪一些精華出來 很好笑的 他們那個主持 好像是跟隔離洞肺那邊 另一個主持是call over的 我應該就可以放在社群那裏 那條片 大家都可以過去那邊聽一下 幾個癮的 他說什麼 50元又不能做 去機場又不能做 那你去送什麼旗上去 好笑的 大家可以去聽 今天關於的士的這個題目 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麽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是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